日本福島食品書台禁令長達十一年之久 行政院以三原則 三配套宣布解禁 日本政府表示事前已經接獲通知 並對此表示歡迎 期待進一步深化雙方經濟友好關係 日本的媒體也高度關注 紛紛以頭條快訊來報導 透過解除福島食品禁令 要爭取日本的支持加入CPTPP 學者就分析了 解禁不代表臺灣加入CPTPP 還要看其他會員國的態度 並非日本能夠主導 日本福島五縣式食品長達十一年的出台禁令 即將宣告解禁 日本政府發言人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 以及日本外相林芳正八號上午都表達 過去就一直透過日台交流協會 以科學的依據說明日本食品的安全性 努力爭取解禁 日台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代表全玉泰也在臉書發文 強調時隔多年能夠迎接這一天感到非常欣慰 對於福島食品解禁 行政院表達將有助我國爭取加入CPTPP與世界接軌 要加入國際經貿體系 要加入高標準的CPTPP 不能自外依人 固步之鋒 今天的這個調整措施 會是我們參加TPP的一個非常大的助力 解禁消息釋出 日本媒體也高度關注 NHK報導指出 臺灣去年九月已經申請加入CPTPP 爭取日本支持 臺灣政府一直思考解禁的時機 而朝日新聞 獨漫新聞報導指出 臺灣解禁福島食品再跨出一大步 希望爭取加入CPTPP 日本新聞網新潮社報導指出 臺灣加入CPTPP關鍵就是解除福島食品的禁令 而日本時事通信社則是最早就披露 臺灣為了爭取加入CPTPP 曾預告福島食品最快今年一到三月就會解禁 不是開了福島就一路綠燈了 但是不開福島恐怕連第一個綠燈都沒辦法取得 學者分析 解禁能夠獲取日方的支持 不過其他的會員國態度並非日本能夠主導 臺灣只能創造能夠與國際接軌的條件 進而掃除客觀的貿易障礙 爭取加入CPTPP 記者黃靚友 陳昌為臺報董